五天的陪同 真的不要難過 加油 不要放棄 腳邊又發炎 然後膝蓋窩後面又不舒服 早安啊 今天是個痛苦的一天 昨天晚上只要想到今天就覺得很痛苦 會嗎 蠻期待的 期待什麼 期待我最後一天 今天要走34公里 是我近期內最多的公里數 台南線是沒有七樓 也沒有什麼補給站 Fantastic 我們第一個點就是 八公里後的一個Saven 但是我們第一個休息站 一個小時又40分鐘 J5 出發 我覺得漁船上面有這些燈泡都好可愛 好多燈泡 這應該是夜吊的船 對啊 都是燈泡 上面都是燈泡 他們剛捕魚回來 真的欸 他們剛捕魚回來 這個最新鮮的 看看這個海 我們終於有一個步道可以走 你是說為我們而見的步道嗎 大概只有100公尺的行人步道 這個就是100公尺衝刺 要不要跑一下 是自行車道欸 結果只有一小段 如果太陽沒有那麼熱烈的話 應該是很棒的 太熱了 我的背 一直是濕了 又濕 濕了 再濕 濕了再臭 你知道你是大背光嗎 沒關係 看到這個海好像跳下去 我現在看到海 我完全不會想到 那有一雙腳欸 哪有一雙腳 海中間啊 那一雙腳 海中間有一雙腳 對啊 很靠近我們這邊 剛剛有兩隻腳 冒出來欸 你看你看 一顆頭 欸要不要確定會不會是死屍啊 沒有啊 他有帶我阿進啊 真的嗎 如果溺水的話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有沒有力氣 可以救他欸 沒有他水性很好的 不高興我有手機 119 要折射小小一點 大哥錢賺不多 還要養家火口 大哥人真好 謝謝大哥 大哥謝謝喔 掰掰 激龍客運 烤雞一定要給他們打超高分喔 烤雞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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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上面突然出現 我們可以不用走車子的路線 我們可以走這個洞穴 汐聚明你敢走嗎 走啊 好 連動隧道喔 看起來蠻神秘的一個地方 遇到水的地方都要小心踩 怕很滑 這隧道也太神奇了 而且這隧道好涼喔 超涼的 越來越暗了 小心喔剛剛好像有踩到一坨青苔的感覺 一坨 對就軟軟的 出來了 派遣完畢 繼續面對現實 旁邊這邊就是陰陽海 然後你知道陰陽海是為什麼會有嗎 人家倒廢油下去吧 陰陽海怎麼會是廢油啦 油是黑的耶 陰陽海他們很多人都以為是污染的 可能以為是什麼一些 化學物質污染但其實不是 山上有非常多黃鐵礦 然後他們就會流到水裡面 就跟上面的黃金瀑布一樣 然後最後流到海之後造成這種現象 所以這是屬於自然現象的 不是人為的 沒錯沒錯 所以說大家不要誤會了 剛才看到有人在裡面游泳 為什麼我沒看到你都會看到 有啊我看到了 看到的到底是人 是啊是人啊 好吧 好啦繼續走 我們還沒有到休息站 還是海龜 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現在離開比頭角之後 要走兩個半小時才會到奧底 奧底那邊才會有Seven啊 之類的補給站 那剩下的這一路上其實就比較少一點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是非常煎熬的 所以我的包包裡現在全部都是水跟運動飲料 剛剛買了五罐 所以這兩個半小時 怕等一下買不到飲料 這一段真的蠻難走的 不好走 我現在換腳背套 換這個腳背 每天都有新的毛病出來 好像好一下子而已 現在又變痛了 膝蓋窩抽筋 再來是小母哥騎雪炮 再來就是腳背 有點微扭到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那種扭到 就是我在走的時候這個 這個彈 這個彈 彈多太多下了 所以會痛 所以我要壓腳背 像這樣子晚上就會痛 我已經到烏龍火車站 火車進站的時候 我的火車來了 我覺得你這趟環島算幸福 以上都有人給你 現在頭五千 你現在是怎樣 算一個行男 來幫你推一個行李箱 現在是怎樣 邀工是不是 然後晚上還有人幫你買飯 現在怎樣 錢都花誰的 錢都花誰的 多有算出一點 多有超出一千塊 一千塊 欸我花多少 不知道 接下來之後 那種被被陪同你走 然後後面還有Sandy 對還有小羊 還有盤卜安 對還有盤卜安 這個環島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是有人一起走 這些人一定都是很無聊的人 Sandy來了可能就不好 他就不覺得好玩 我跟你講 Sandy搞不好是不是真的很能走 走到歐了 怎樣 你要幹嘛 很累 很累我可以花位了 媽媽剛剛在上面跟我講說 我快到了加油 因為他這一看我都走到哪裡 你媽在監控你 我媽在監控你 可是超級老媽 他知道我要走到浮龍船站 而且包包背很久都覺得很帥 我們真的是從天黑走到天黑 我們出來的時候已經天亮了 沒有好不好 有一天亮 我們算是六點了 六點沒天亮你以為都不天亮 清晨走到天黑 我們到浮龍站了 現在幾點走一下 現在是晚上八點鐘 早上六點出門八點就到了 八點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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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十四個小時 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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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不走了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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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下班 是請教 不要亂講 那你過後就不能去吃 你都想要我翹班 我課長都在那邊炸 好了你可以走了 好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對自己有信心 沒有我你也可以的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走 See you 真的要走了 嗯 不要 不要趕上 趕上個屁啊 這 五天的陪同 真的不要難過 你到底好了沒 找一下照片有沒有帶 我拍得很很煩 太長了 我們還是有一天會再見面的 連見面就算了 加油 連觀眾聽到啪啪啪的聲音 卡 我想說要不要抱一個 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噁心 你也一樣噁心啊 最後一個 欸好像還好欸 阿拉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不要放棄 好啦 我要去洗澡 你要抱多久 好啦 走 好 走 拜拜 拜拜 嗨 現在剩我一個人了 其實也沒有跟老謝講 其實這幾天 他要離開的時候 剛剛要離開的時候 還蠻難過的 哇我第一次他離開會難過欸 就是覺得 雖然我們路上我一直在罵他 然後 他真的很笨 但其實 就是如果沒有他幫我拿東西的話 我真的會痛死 因為我的 我的腳腳 清水泡 然後腳背 腳背又發炎 然後 膝蓋我後面又 不舒服 然後因為我膝蓋本來就開過道 然後就這邊 看 他其實自己也蠻不舒服的 但是他都會幫我拿東西 然後 就是 都跟他推 然後 因為他其實也推推側 推到手臂手腕這邊都很不舒服 然後 他的肩膀也會痛 然後這裡 斥力也斥很久 然後我每一天都是這樣走好幾個小時 所以其實 如果昨天他沒有說他要陪我走這段的話 我今天應該會 應該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撐過去 太久了 然後 再加上自己腳都痛的話 真的是 沒有人陪的話 你真的很有可能會放棄 然後他跟他說他要 結果他今天要走的時候 其實 因為我他面前不會講這些話 就是 只能藉由拍影片的方式 就是跟老謝說 就是謝謝你啊 陪我走前面五天 當馬夫 幫我拿東西 我上一次遇到很多 就是很棒的人 跟我們加油 特別騎車怪跟我講說 前面那條很暗很危險 叫我們走裡面自行車道 然後他就騎回去 結果遇到台灣很多人 都有這樣幫我們 但 主要是 自己的心要夠定了 才有辦法走完 因為騎身上會出現超多狀況 今天是第五天了 我的水泡還沒消 好 那一天見啦 拜拜 對 我來的 你 我來的 有 我來的 我來的 有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